先回應一個問題 享受神是否靈的祈禱 享受神是趨向於靈的祈禱 但不是一定 為何呢? 祂是有靈的祈禱的成份 但可以去盡一點 享受神可以就這樣想 神真的很好 你可以在那裡閉眼 在那裡想想神多好 你是會享受的 享受是否一定會發自靈呢? 不是一定 因為享受可以發自思想 神好愛我 但它是會 因為它含有感情的部分 所以會接近靈的祈禱 其實呢 我剛才講過魂 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然後我們的靈 思想意志感情都不是靈 不過如果去到感情 就接近我們的靈 因為思想就是頭腦 意志都是頭腦 感情呢 就入深一點 就好像陽宗那樣 思想就最出面那裡 由意志就是我決意跟從神 由感情就是我對神也有感情 就已經是由人的深一點 但是靈這件事 是很難去下一個定義的 我就在詩編103 編第一節說 凡在我裏面的也要清重他的聖明 在我裏面 那我就發覺呢 在祈禱的時候 如果發自心靈的深處 就是在心靈的深處 哈利路亞 這個是我做出來 或者教人怎樣做 就是我心靈發出來 我聲音發出來幫助 但是呢 其實是不用一定我聲音的 是可以做到在裏面 心靈的深處 在裏面呢 湧出一種對神的感激 或者是 享受神 或者欣賞神的愛 神的作為 在心裏面呢 在心靈發出 哈利路亞 當你做到靈的祈禱呢 你是會越來越容易 入深的 更加容易進入深處 因為享受可以是頭腦的 但是呢 它又入了那個 這個 這個 情感那裡 但情感不代表是 是靈的 因為靈呢 就是 整個靈魂 就是靈魂 這件事 是很難很難去明白的 整個靈魂很難明白的 為什麼很難明白呢 因為靈魂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 就是 感情 你可以 都可以 講到什麼 但是 感情其實都難 就是 都是 難些下定義 但是呢 都可以 下定義 但是靈魂是很難下定義的 那我就想到 就是 就是 發自內心 從心靈的深處發出 所以 在操練靈的祈禱 就是怎樣呢 時時發自內心 開聲 來幫助你 去到那個程度 開聲就是 多謝耶穌 阿 阿 在心裡發出 整個人 在心靈的深處 如果你發出 一種感情 都會接近的 因為你是心靈發出 在心靈發出 在心靈發出 很喜歡神 主呀 我很喜歡你 或者在裡面發出 愛 在心靈 好像愛湧向神 這件事對於好人來說是很抽象 為什麼愛湧出來呢 在心裡 如何湧出來呢 我怎樣摸索到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很神奇 就是當我經歷聖明的時候 我祈禱的時候 身體會震 那我一開始就發覺 怎樣祈禱 一開始就這樣叫了 耶穌 就發自內心 發覺發自內心 身就會震 然後慢慢 我就不用聲 只是用心靈 湧向神 在心靈的深處湧向神 慢慢我做得到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一樣的起落 一樣的湧出來 那我就知道 這樣就是發自靈 所以你 享受神已經是 已經進級了 但你就試一下 享受神的時候 讓你的心靈 起於神的地方 一直湧出來 阿里路亞 例如你 你唱 一些新歌 你會唱 噢 耶穌 噢 嘩 噢 哈利路亞 當你唱的時候 你會發覺 你會做到一段時間 你會可能 因為 我不是這樣做出來 開始有起落 我是 由一次經歷起落 然後我這樣做 我就會維持起落 我現在發覺 在心靈的深處發出來 就會有起落 如果不是心靈的深處發出來 例如 神啊你真是好 是没有反应的 但如果我这样享受 神啊你真是好 也没有反应的 但我可以享受 神啊我可以享受 即是要入心一点 享受神 但如果我在心里发出 在心灵涌出来 我能够形容是 心涌出一种对神的喜悦和爱 欢喜神 你可以用发声来开始 用发声来开始做 就好像整个心灵和你一同一发出来 我希望我们个个都能够做到这件事 就任何情况 就算你睡在这床上 一想耶稣 立即就可以 那种喜乐 或者爱 喜乐容易一些 爱是难一些的 平安其实是最容易 平安其实是最容易对人有的 多数有些是很平静的 你享受神也会平静的 啊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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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平日如果有个结 即是平日有些要处理 因为如果平日也有个结 即是平日就没有处理 只是在其他时候才处理 即是我们的目标是去到任何时间 你都心里轻松 为什么呢 因为神是一切重担 神是照顾一切的事 我们只要做好我们的责任 信靠亲近遵从神 其他一切就 神搞定了 神负责了 即是我们要做好 信靠亲近遵从神 这个同神关系 然后呢 所有日常生活的事 我们都尽我们的责任去做 那我们就放手了 有时候说 或者我进了90%不够100% 都不要介意 你做了多少 你继续去做 也都没有一种很大的压力 就像说 我今天做了90%我没够力 再要努力一点 那你整天都这种压力 就变成了食灵压力 即是你在你可以的范围 能够尽力去做 就放手了 所求于管家事要他有中心 那我已经忠心了 就OK了 就不要再介意了 就是帮自己更轻松 神会照顾我的 那我的心就不会有个烈 那这样东西呢 譬如说 这个灵的祈祷 有一样东西会帮助的 就是按手祈祷的时候 有帮助 为什么有帮助呢 如果你按手的时候 觉得平安舒服 或者祈祷觉得平安舒服 你继续去做 而发觉那种平安舒服 是加强的 你就做得对 就是他会加强 或者你涌流出的喜乐 能力 总之任何一样 圣灵临在的迹象 加强 就是你做对的方向 但是呢 依然是有得加强 为什么呢 用心灵 可以是10% 可以30 40 50 60 十七十八十 就是耶稣呢 一 随时随地 一 他根本随时随地 他不用祈祷 他整天天父相连 一定实行 他整天在一个离祷狀態 他不用上三字 离祀 他和人到十一 那么我们就是需要这样 可于 employed possible SO Ke辈子 我们跟神相连有限度 直到灵魂离开身体,很多人死过回生 他说在死的时候,灵魂一出来就很松很松 因为那些罪性没有跟着他,他就很松了 耶稣是100%随时随地跟神是传通的 我们有些时间不是那么通的 有些人来说只是思想灵魂 他都一样有灵,如果他和神有生命 他一定有灵,不过灵的关系可以是1% 可以是5%,就是轻微 所以有些人祈祷是会比较硬和誤性的 神啊,祈祷帮助我都有两种心态 其实我自己来说,我会强调多些不只是祈求 而是相信神会供应,神啊,你必定帮我 但有些人就会这样祈祷,神啊,很可憐 好苦,求你快点来帮我 他这个祈祷就是苦闷的祈祷,致念的祈祷 也只是全信息,有些人的祈祷就是以为全信息 就是5% 神啊,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你帮我这一步 这个是全帝信息的祈祷 那他灵的活动有没有呢? 他真说耶稣是有的,不过问题就是有多低 那我们不去判断,这个我们不需要判断 我只是说我们自己,越是用灵祈祷 神的同在越大,神的工作也越大 那个果效,在我们生命中越大,在人生命中越大 就是生命会提升,灵的充满的灵力越大 如果整班人都投入,就会很强劲 在有不同的聚会都有些记载,很强烈的神的同在 带来什么后果呢? 譬如有些聚会,那些人一来,就立即跌倒在地上 很多人得意志,很多人邪灵自动赶出来 有试过一个聚会,就是那个广台 直接好像有个闪电,在一个教堂里面 怎么会有个闪电呢? 整个广坛,整个广坛,整个广坛,整个广坛 那些人就全部躺在地上,在神的能力之下 就是他们很高度地进入神的同在 以致神带来强烈的同在 也有一些圣灵充满的报道家 他们在一个很强烈的同在 有些人駕鞋走过,就已经被感动了 走进来又一路感动了,不知为什么呢? 然后进来就经历圣灵 也有一些圣灵恩高的富士者 他们就在很强烈的同在之下 在他的屋里,他周围的人都有经历意志 就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记载 比如这个Charles Feeney Charles Feeney分尼 他有记载,他就说他去到工厂那里的时候 那些做工的人,初头就去而已 初头没什么反应的 所以坐在那里就开始在感动哭,在灰改 就是有这样的记载,就是他自己这样的记载 他说我进到工厂那里,那些人就在灰改 就是神的同在随着他 那我都不用传递了,我都不用说了 灰改了 灰改,你很多事都要跟从 这是灵的工作 灵的工作是怎样呢? 灵的工作会感动人 有平安、喜乐、兴省、灰改 但他一离开,灵的工作就会减少 除非他保持住他 灵的工作的特色就是长久 除非他是圣灵充满 他就一定要保持 他需要教导 他需要处理生命 长期在神的同在之中 他就会保持圣灵充满,保持生命的处理 灵充满,保持消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